謝謝主席王院長 麻煩我請江院長跟葉部長好不好 謝謝 吳委員好 院長辛苦了 本席的是總統在前年視察台北港的時候 親自宣布政府的政策一定要蓋三張大橋 我想院長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知道我在內政部長任內 對於我們通往淡海新市鎮的幾個重大的交通建設 內政部也有配合交通部來建立共同完成 院長本席不僅從選區的觀點 因為大橋是從淡水連通道巴黎 它其實是北海岸重要的交通樞紐 它其實更是所謂的台灣發展觀光 我們把北台灣的觀光據點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 它更是從桃園機場下了機場之後 所有的陸客或者日本客或者外國的旅遊客人 直接一條線可以通過林口到 巴黎到淡水到萬里到金山到石門 所以它觀點不是在地的交通的觀點而已 它是一個全國的觀點 它是一個北部區域很重要的一個策略上的公共 所以我想請問 葉部長目前淡江大橋的進度 請問交通部的規劃目前到什麼部分 目前 報告委員 目前它是已經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已經開過會了 那現在就是看它的審結果 那結果之後呢 如果通過了之後呢 我們三個月內 公務總局就會提這個建設計畫出來 就開始 所以請問現在還要不要 透過環保署來做任何實質環評的部分 就是這個如果說這個專案會議通過之後就OK了 好那這樣講 我想這個部分本席請求 院長能夠把這個當作是一個重點的一個施政 然後也要責成交通部 還有必要的部分也要要求環保署 盡速來進行 如果他有實質的審查的話 趕快依法實質審查 當然 好不好 我們會尊重環評委員的專業 但是我們在整個流程上會請 相關的部會包括環保署都能夠盡快的來推動 那葉部長請問你 你個人的判斷 今年會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我覺得今年應該 我的判斷今年應該會有明確的結果 現在才三、四月而已 今天四月 那如果今年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確定可以興建的話 那請問交通部的經費的編列 是從今年開始還是從明年開始編 應該是 因為明年也就是做規劃嘛 所以應該明年就會編列 明年開始編 所以因此你今年夏天來做一些明年經費 這個規劃的時候 就請葉部長一下把它拿進去 好 第二個江院長本席要談的一個重點 雖然也是本席選區的 但它其實是一個全國議題 那就是機場捷運 是 那機場捷運呢 十幾年來 在馬總統上任之後 他已經有三次 即將第三次要跳票了 即將第三次要跳票 那麼機場捷運的問題 日前有很多委員提過 但是我今天要跟院長提一個 可能是外界還不太知道的事實 就是這一家承包的機電商 日本玩紅公司 他本身當年在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他得票了之後 當時的沒有得票的廠商 去檢舉過他 可能工程會也知道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謝唐廷 交通部長是003 工程會的主委是涉灘的郭瑶琦 結果他們全部都幫他掩護 說他沒有問題 可是經過了將近八年的時間 證明這家玩紅公司 他其實只是皮包的整合公司 他根本沒有專業的生產 或者製造 或者執行整個捷運的機電系統 執行的能力 所以院長您知不知道 最近最嚴重的事情 除了他電纜的本身 要重新更換 我想院部長已經知道 他電纜的本品質不合以外 他後製的工程本身 他違反跟政府的契約 他居然把我們政府契約 不得轉包的工程 他轉包給 英國的英維斯公司 轉包給英國的英維斯公司 而且經過英維斯公司 已經證實了 所以我想請那個工程會 陳主委一併來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這分兩個部分 也就是說 耗製工程 以原始跟政府的契約 他是不得轉包的 結果他現在轉包了 我請問院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 我知道這個事 你知道這個事 所以他實質已經違約了 就是有這個 我們那個高鐵局 把這些證據呢 交給那個工程會 來判定這件事情 好 那我請問工程會陳主委 請問你們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日商 這個 那個交通部先罰函給日商 日商在3月15號的時候 他提出議議了 那這個高鐵局 在3月27號韓戶 維持原來意義處理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 日商 依據我們的法律 就是採過法 他可以在4月12號以前 向本會申訴會來提出申訴 但是到現在為止 日商還沒有提出來 所以他提出來以後 我們會依據程序來處理 我到昨天查證 我知道他還沒有提出申訴 所以代表他自己知道他錯了 所以如果我請問陳主委 如果他沒有提出申訴的話 依政府採購法 你們會怎麼處理 這個當然他就喪失這樣一個申訴的 對的機會嘛 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交通部可以提出101 對 來來 停權 來做停權的處理 對來做停權的處理嘛 然後呢以後他以政府採購法 他未來的其他政府的公共工程 他不能承攬嘛 對不對 對 按照101的話 看他的 情勢 這個 看是一年或是兩年 好 不能承攬我們國內的 謝謝陳主委回答非常明確 江院長 院長 是 我要跟你做一個說明就是說 他對未來 其他工程他可能喪失承攬的權利 嗯哼 可對已經承攬的這個 機場捷運的工程 本習現在非常擔心 因為現在本習所知道交通部面對到一個天人交戰的困境 嗯 如果認為他違約就跟 完紅解約的話 那你這個工程就完蛋了 你就跟完紅解約 我後製工程 我跟他解約 我如果跟他解約的話 那麼本習 問過所有的專家 如果我們現在跟完紅解約的話 我們的機場捷運 最快要延到到民國106年 年底才能夠完工 那如果你一不做二不休 因為當時承攬的 他們是聯合承攬 院長你知道嗎 當時是還有日曆跟 對 川崎 川崎 三家日商聯合承攬 如果因為這樣 跟三家日商全部都一起解約的話 那更慘 那要整個工程要拖到107年年底 最快才能完工 但是如果你現在 暫時就吞下來 剛剛陳主委 也確認了說他們沒有提申訴 所以他如果沒有提申訴 或申訴的結果 證明他違反7月的話 那麼 我們 如果不跟 這一家 完紅 日商 不跟他 策約的話 請問業部長 我們政府有沒有違反法律上的責任 有沒有法律上的責任問題 我都了解 事實上高鐵局在這個地方是有他的裁量權 那目前我們事實上是在跟完紅還有另外兩家公司呢 在密切的這個討論協商 那完紅已經初步提出一個譬如說可能的解決的方案 但是呢我現在是要高鐵局呢 要verify要確保 他所提出來的這些解決的方案呢 是絕對是確實可行的 我們應該很快大概這一兩個禮拜內呢 會有一個具體的說明 院長 我跟你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還有兩位主委跟部長這樣的一個回應 我是要跟你討論一個概念 就如果你政府 你依法 應該要跟他解約的話 如果你明明知道跟他解約會造成你工程延宕 因為你如果不跟他策約的話 你最快也只有民國一百零四年才能完工 你如果不跟他解約的話 而與法律有所違反的話 那請問你會不會放任交通部或高鐵局這樣做 我想 首先我要感謝委員剛剛所提出的這些關鍵點 第二呢就是剛剛業部長有講到 就他們目前的了解高鐵局有這個裁量的空間 但因為委員再三提醒 所以我一定會責任交通部注意法律上 我們應該有的責任 而不是權利問題 就是說如同委員剛剛所講的 我們究竟有多大的空間 去 繼續就現況 跟這個日商 合作 合作下去 還是說 別無選擇的餘地 必須要解約 這一點我們一定會請法規人員確認的 所以 完紅這家公司 根本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他根本沒有任何執行 他不像西門子 他不像這個其他的法國公司 或者德國公司 或美國公司 他本身都不是一個捷運的經營的系統的製造或執行的公司 他可以承攬到這樣的契約 那是當年民進黨政府留下來爛攤子 所以今天我們在追究這些東西 對院長對部長對主委未必公平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真話 換句話說 本習現在的立場就是說 你現在是 如果到時候你會被迫 你會面對到一個問題 你104年 我再問一下葉部長 請問 104年完工 是不是已經經過確認了 如果你現在不跟他解約 跟他協商 要求他好好做的話 是不是104年 你有把握可以完工 可以通車 這個就是我要確定的事情 目前我還沒辦法確定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們一定要很確保 如果我們繼續跟川崎 因為事實上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也把另外兩家日商 我們也把另外兩家日商 這個川崎跟日利 一起拉進來 因為他們是聯合承攬 所以我們非常強調 跟另外兩家公司講 說他們也有責任 他們不可以袖手旁觀 那事實上 也的確這兩家 另外兩家公司 目前也很積極地在跟我們討論 解決的方案 如果我們對外宣布一個時間 我們繼續要讓他們做的話 我們就是要確保 比剛剛委員所說的另外兩種方案 是更 可行 而且對於公共利益來講 是更合 這個公共利益 同時也必須是合法的 我這其他兩個時間提出來 我不是 只需物有 我這請教過很多的專家跟內部的人 所得出來的結果 所以院長 這裡面 你可能會面對到一個 大政策的一個判斷 了解 換句話說 我本席的觀點是認為 如果你不去跟 完虹解約 你等於是 作任他違反跟政府的契約 可以違反契約 去跟英國的英維斯公司 去做後製工程 那這樣的話 於政府的合法性的正當性上 那我擔心這個以後很多重大工程 我們會被人家脅迫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 他違反契約 就特定的事項 去跟其他的公司 這個外 下包這個事情 根據我們的了解 是我們可以用 成熟的方式來 處理 那跟解約 可能還不是直接 的關係 但是 就他現在整個這個工程 所發生的這個弊端 那我們確實是 有剛剛委員所講到 這幾種可能性 那但是我覺得在 此時此刻 我們還不以就 政府的底線 或打算的做法 完全講出來 我們還是要先把這個狀況 掌握清楚之後 再看怎麼樣 最符合我們最大的公共利益 好院長 但是你要知道 你可以依 契約去跟他懲處 一天開罰他1250萬 但是你開罰他的結果 是不是還 繼續讓他作任去違法 轉發給英維斯公司承來 這是關鍵問題 是 這是關鍵問題 這個現在在 已經知道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按到 按照合法的方式來處理 對 那如果你不讓英維斯公司 來違法繼續承攬他的契約的話 他整個工程就會延宕喔 因為他本身 完紅公司 沒有做任何的 耗製工程的 專業能力 更不要講 機電工程的 整合能力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問題 你就算 部長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 以下我說要講這個問題 我們就在 勉為其難 看他提出來的方法 我們也 姑且相信了 但是請問 完紅公司 可以信賴嗎 如果在未來的 104年之間 完紅公司在任何 像這樣的違法或任何的延宕整個機電的工程的話 那那個時候就不是所謂的他們違法違約的問題喔 葉部長跟江院長 我覺得這個就是政府的 政治責任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請院長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情的高度 拉到你院裡面的高度 也能夠責成 交通部葉部長裡面 對這個問題 每一個關鍵的時候 應該要向你做個口頭的報告 否則的話我很擔心這個問題是沒有合適的爭議爆破點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 他會變成一夜之秋 就政府的大工程 連讓你執行的都這樣 因為最近很多我們的民眾 我的選區 因為五陽高架也在我的選區 他們就對政府有一點難過 我們可以提亮葉部長的辛苦 可以提亮交通部的辛苦 但是我們不能夠一再容忍說 你告訴我說要通車一再的跳票 這個心情我想民眾的心情 這一點我已經跟我們交通部長講得非常的清楚 對 那我們也希望說 現在所發生的 這一種困境 我們能夠盡快找到一個 最好的解決方式 讓他後續的完工日期 不會再讓民眾 感到失望 那我想 我才最後 請問葉部長 有沒有可能你們 判斷的結果 我還是要跟完紅解約 我不惜讓這個工程 拖到106年 我又要讓合法安全有效專業的來進行 有沒有可能 剛剛院長有說過了 在現在我們等於在某一個程度 跟他做商業談判 所以我們不會有任何的底線 說一定是這樣 或一定會那樣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呢 我想以我們的公共 最大公共利益為依歸 所以 剛剛委員講那個也是有可能 不排除這個 好 我是覺得 我們聯可把狀況 讓社會知道 而不要一再的 時間到了又跳票 所以本席認為一個責任真正 最重要的觀點 那我也建議工程會陳主委 你依法對他 依政府採過法 應該對他怎麼處理 就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好不好 好謝謝江院長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